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明确表示希望能退车 4S店的相关工作人员经过检视 改出的结论是责任在陈先生自己本身 当车身拖漆之后不及时补漆的话 就会被空气氧化的比较快 从而影响到其他原本没有拖漆的地方 总而言之就是车不能放在空气中的意思 这样的解释一下子把陈先生给热毛了 汽车竟然不允许接触空气 这还是汽车吗 纯属扯淡 或许4S店也觉得这样的理由站不住脚 答应陈先生会再次进行检修 如果不是人为外力因素可以免费维修 但如果是外力造成的 这个费用需要陈先生自己承担 退车是不可能的了 买车可千万不要看走眼了 否则真的后期处理起来那可是相当的麻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